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新一轮的推背图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与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推背图现在进入了第11集 顺序也推到了推背图中的第47项 而在前面我们谈到人类之间的相互战争 讲到了朝代的历史兴衰 时间到了现在这一项 在我们现在认知的世界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形态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许多国家 到那个时候或许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不可能吗 昔日秦王汉武哪一个不是义方霸业 当朝天子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仍然 秦汉天子又在何方 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我们的文化 思想以及我们脚下的土地 其他的哪怕你是帝王将相 盖世英雄 都是既进攻后人的追忆而已 而这一项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世界呢 那么我们必须来先看一下这一项中所谈到的文字记录内容 这一项甘之排到的庚须 卦象走到了坎夏前上 已经挂为天水送卦 在这卦象中 真义就是一个代名词了 那么说他的称言是什么呢 说的是称曰 言武修文 此为新名 匹夫有则 亦言为君 他的颂曰是 无王无帝 定乾坤 来自田中第一人 好把旧书多读道 亦言亦出 见英明 在这个项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 许多人在问的 子威圣人 是不是在这一项出现了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推背途中从来没有子威圣人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会失望 怎么就没有一个明君或是圣君 来带领我们享受太平盛世呢 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类是一种不善于选择的物种 而是善于被领导的 如果人类失去了王 失去了领袖 那么生活将容易无所可依 就像失去了丰厚的蜜蜂 难以生存以及繁衍下去了 回到我们这一项的推背图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大环境来看 这个时候人类的数量 其实已经不多了 从我们第46项中谈到 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个团体 想尽办法的阻止了 AI人工智能的政府 所运算出来 判断出来的结果 就是要怎么样 暗暗阴霾毁灭世界 大调重裂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的确的 成功阻止了人工智能接下来的动作 但是所造成的影响 并没有散去 暗暗阴霾 人就在天空上 虽然没有更多了 但是也没有减少的太多 就这样持续了好一段的时间 让这些暗暗阴霾 可以慢慢的代歇散去 而地面上生存的人类跟物种 也同时的大量死去了 很多人在上一项中跟老师说 改变气候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节目中 我们都可以知道 包含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 都在建立了庞大的气象战 他们的任务真的只是观测气象吗 如果只是观测气象 会需要百倍以上的能源 来维持住气象战的营运吗 甚至我们可以从世界最强大的男人 特斯拉身上看到 他可以用简单的震动效应差点就毁了一个世界 那么既然如此 AI可以改变气候 或许不是一个欢淡的想法 因为300年前 人类都不相信人可以飞在天上浅在水里 那么你认为的不可能 是因为现在做不到 而不是无法实现 而环境的保护也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做的 因为我们过去称为涌动城的土地 也就是他是不可能会融化的地方 现在是在大面积的融化 当我们专注于政治仇恨的时候 地球的母亲也从未停止 他改变的速度 而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 活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所谓的言武修文 就是已经不需要用到武力了 因为世界又回到了过去的农业时代 当时人类已经不要说是战争了 能耕作种地打凉 来维持生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时间可能离现在至少都要500年以上了 我们留给子孙的不再是科技 而是残存的文化 为什么呢 因为称文中的子卫星名 子卫星是什么 我们叫谈谈子卫星 子卫星它是天文上是属于北极二 也就是小熊座的第二亮星 它仅仅只稍暗于什么 北极星也就是所谓的勾成一 比它暗一点而已 而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它只是一个天子星 它其实也同时代表着仁慈与吉祥 还有福禄 它的五行也是属于土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代表世界已经回归到统一的秩序 人类也开始明白 唯有顺应天理方能生存了 而当时的人类数量实在太少了 而这个时候所谓的匹夫有则 就是残存下来的新人类 必须重新的建立起人类的文明以及社会 而这个时候能聚集起来的人 大多可能只有十余人或是只有数十人 但大家以类似蒙古那种库立台大会 拥有知识的人或是小团体的领袖 所形成的代仪制度 推举出来了新代的领袖 走向了新一轮的封建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一言为君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事情是 在人类数量稀少的时候 弓箭社会里面所做出来的集权统治 是必须要的制度 因为大自然的环境 他并没有仁慈到可以容我们慢慢的讨论 然后再想该怎么做 强而有力的领导才能够及时的 甚至在缺乏工具以及科技的情形之下 争取人类生存下来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时代 人类可以说是彻底打回了女娃娘娘的时代 初期能够组织起来的 可能连城邦都说不上 只能说是部落的规格 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重新来建立 所以我们在顺文之中也可以看到 他首先谈到的事情是什么 是无王无帝定乾坤 一是就是当人类失去原本领导我们的AI政府 又不断的被气候变迁 促使人类的大量灭亡 甚至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说是组织一个自救团体了 就可能就像电影里面的什么明天过后这场景 明天过后在中国翻译为后天 我们很直白 当天空遮住了太阳 我们要烦恼的已经不是没有太阳能 而是气温会急剧的降温 不要说是开会讨论了 瞬间几乎所有生物都会变成了雕像 而在这种状况之下 地球是第一次发生吗 是老是突发奇想的创意吗 脑洞大开的结果吗 不 地球到现在 在我们人类这种低智商的脑袋中 可以观测到的可能 就是这颗地球至少 至少都已经经历了5次的冰河期 而我们这颗小脑袋所能够知道的最早的 只有24亿年前的新太古冰河时期 说它是太古 是因为我们的人类寿命太短 因为这颗地球目前可以观测到的存在寿命 已经有了42年 请问各位朋友 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世界 真的只有第一次的人类文明吗 相信大家可以从这最基本的逻辑中 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而宋文里面的来自田中第一人 其实老师认为 他并不能说是幸存者 因为在这个世界 如果进入了短暂的冰河时期 几乎没有人类或是生物 可以熬到那个时期了 从这里老师就判断为 这个残存下来的人类 是所谓的基因工程 所保留下来的人类物种 也就是所谓的诺亚方舟 各位你还记得吗 在上一项老师谈到AI 他准备毁灭世界 打掉虫链的时候 就已经保留了物种 那么虽然主系统被毁灭了 但是残存可用设备中 保存了现在大部分的物种 胚胎以及种子 然后交由系统去判断 当环境恢复到人类 与生物可以生存 阴霾已经自然代谢散去的时候 便让这些物种重新的从地底下 慢慢的释放出来 所以当第一批新人类 从地底下站回到地面的时候 不就成为了来自田中第一人了吗 老师大部分在剪推背图的时候 不大会去看图 为什么 因为随着时代以及朝代的需要 他的图容易被篡改 但是文字因为四字的人并没有这么普及 所以文字被更动的几率会比较低 但从推背图的宏观态度来看 整部的推背图 除了第一项的开天辟地 其中唯一一项没有兵器 例如第26项 或未来要谈到的第49项 其他没有生物 没有植物 甚至连建筑物都没有的 只有这一项 这一项的图 他只有书贵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而我们可以从宋文哲里面看到 好把旧书多读到 一言一出见英明 为什么 因为如果时代是持续进步的 老师之前都解错了 那么这一项的颂文就不太合拍了 为什么要读旧书 时代在发展 为何要挽回找旧书 难道是文艺复兴吗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整部推背图扣掉第一项跟最后一项 总共有叙事的58项里面 大底的精神都是在记录当下发生的事情 无论用文字或是用图像 总之都是要把时代的重要事情记录下来 而这一项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项是记录未来的子孙 必须要回顾过去的文化 所以这个时候好把旧书多读到 一言一出建英明就可以解释为 这时从上一项的暗暗阴霾 演变到现在 整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已经被进化了 过去的高科技 很多都成为了不能理解的遗迹 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字塔 我们看到了摩埃像 我们看到人面诗生 甚至我们在中华文化里面的山海经 里面有记载到的不周三 都是这样子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以及心态放大一点 加是过去也发生一样这种的大灾难 而现在人类也是这样 是因为上一次的世界大涅槃 所保留的物种里面出现的 那么所谓的寒武记生命大爆发 也就不奇怪了 上帝的伊甸园里面的亚当跟夏娃 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中华文化里面的女娃造人 也就是可以理解了 那么无论是象雄文化 或是我们佛教世尊说 过去久远以前已成佛 诸如地藏王菩萨等种种的化身故事 甚至在我们过去所谈到的海奥华星球里面 就说到了转身世界 似乎都变成了合乎逻辑 也就不这么的突兀或是荒诞不惊了 而时间的历史仍然在我们手上继续的流淌下去 老师要说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整个星球的历史 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让自己在这一世中 让我们来与善、适善、行善 更重要的要放开你的心胸去习善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维度 未来可以往更好的世界来迈进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视频 请帮老师分享出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